好 各位大兄弟们 这里是韭菜兄弟 大家早上周晚上好 今天满屏都是FTX的fat 可以看到FTX有可能面临爆雷的风险 同时现在FTX的热钱包里面的钱也不够 有很多提币的话就是要长时间等待 我刚才去试了一下 确实本来只要几分钟就能提的 现在过了一个小时还不能提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事情的来龙区码 FTX能不能活下去 如果FTX不能活下去 这对币圈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震动可能是超过3AC 如果大家FTX里面有钱的话 记得还是提出来 以避免风险 那我们要看SBF爆炸头 能不能过了这关 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 我看到Paynews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他把所有最新的动态全部归纳 早在7月8号的时候 那就是那个Tera Luna爆雷 3AC爆雷 然后Voyager爆雷 然后Blockfly爆雷 那段时间已经逐渐感受出来 CZ和SBF开始互相的角力 那导火索就是SBF要全方位收购这些什么Voyager 还有Blockfly等等等等 然后CZ看来就不是很爽 就双方开始撕逼在推特上 SBF说 赵长文不懂什么 什么叫做救助对吧 什么叫法律救助 然后CZ说你有这么多钱去救他吗 等等等等 然后开始撕逼 然后呢SBF呢 对币安把所有的USDC都转换成Bust呢 引起不满 对吧 就觉得这个是一种垄断的一种操作啊 不适合整个币圈的生态的推动 然后呢10月6号的时候呢 好像有一则新闻爆出Almeda Research的财务呢 里面比较混乱 对吧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然后Almeda Research呢 她的联合CEO是个女的 叫做Caroline Caroline她说我们的财务呢 只展示了一部分的资产 对吧 而且已经大 已经规还了大部分的贷款 我们还有100亿美元的资产没有反映在这个财务当中 但是这100亿呢 最终没有获得证实 就是她口头成 好 那真正的导火索呢 发生在昨天晚上 因为很明显Almeda这边受到了质疑 FTX这边受到了质疑 然后赵长鹏和SBF的关系又得到恶化 昨天赵长鹏的币安呢 就决定把他账上所有的FTT给卖掉 那我们知道FTT呢 是FTX的一个平台币 对吧 那FTT呢 就代表了FTX 这边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信息 那具体来说呢 就是去年呢 这个Binance呢 币安的和FTX呢 赵长鹏和爆炸投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 然后呢 币安就退出了FTX 在退出的时候呢 获得21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回报 可能就投了几百万或者上千万 获得21亿美金的回报 在短短的三四年之间 然后这个21亿美金呢 以BUST BUSD和FTT的形式 给到了赵长鹏 给到了币安 币安的话 手上有超过5亿美金的FTT 目前 那现在他正在抛售 我可以看到 这是赵长鹏 昨天发的退 回转退了 对吧 他获得了BUST和FTT 然后呢 他说 他会慢慢的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 to minimize the market impact 对吧 他们会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呢 把所有的FTT全部清仓 对吧 全部清仓 那这个币安的说辞呢 是为了降低风险 封扣 因为觉得那FTX呢 可能会有爆雷的风险啊 所以他把手上所有东西都卖掉 他们已经在Teraluna里面犯了 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损失过10亿美金 在这边呢 他们要小心谨慎啊 这是赵长鹏的说辞 然后呢 然后这个时候Almeda的联合创始人这个Caroline呢 昨天呢 又爆出了消息啊 在赵长鹏说他要卖掉所有的FTT之后呢 这个 这个女的呢 就说哎 我愿意在22美金这里把所有的价格 对吧 22美金的价格啊 全部接盘啊 你卖多少 我要多少 对吧 等等 然后这个时候SBF跳出来说啊 我们尊重所有行业推动的人啊 包括赵长鹏本本身 对吧 然后呢 赵长鹏轻算FTT呢 说了 对吧 是为了退出风险管理 对吧 在Teraluna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 所以呢 我们 我们想要把FTT清算 对吧 然后SBF呢 就针对谣言啊 有时候FTX财务呢 是经过审计的啊 呃 等等 等等 等等FTX呢 已经处理了10亿美元的提款啊 等等 现在正在提高啊 然后这边FTX的MIDA 目前稳定币呢 差不多在3亿美金啊 不支持FTT的巨额的抛售 我们知道不管是任何的交易所 包括币安也好 包括任何的银行也好 最大的问题就是几对啊 那我们币圈最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两种啊 一个叫做FOMO 一个叫做FUD FUD呢 现在就是FTX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Twitter啊 都在FUDFTX 所有人都在提笔 那确实FTX 一时之间没有太多的钱在热钱包里面给提笔 这个确实啊 造成大家进一步的恐慌啊 因为这种中心化的交易所 前前前后后的啊 有很多人站起来 有很多人倒下来 谁能够站到最后啊 所以才是真正的赢家 那一方面FTX的崛起实在是太快了 另外一方面呢 是崛起太快啊 导致很多这个招商或什么都不爽 对吧 也挑战 挑战我的老大地位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FUDFTX和美国的政党关系走得特别特别的紧 对吧 后面有美国政治 政治的影响啊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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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是不错的啊 就最后啊 CZ打出了4条SBF的底盘能够接得住 这也是现在大家都在衡量啊 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从头到比较详细的说了一下 对吧 这首先呢 是在这个Bitcoin啊 这个这个推特里面爆出啊 这个SBF呢 在华尔街的帮助下借款人 对吧 玩什么夏洛克 大量做空的比特币 并且取消抵押 品赎回权啊 同时用非流动性的FTT 带币 膨胀它的资产复权表 说白 就是把FTT做抵押啊 去借出很多的比特币 然后做空 然后赚了很多钱 那CZ呢 觉得这个不好啊 CZ表面抛售FTT呢 只是一个表象啊 其实他更在乎的是SBF支持美国的监管政策啊 然后呢 就觉得呢 和美国监管呢 当前呢 正在打击币安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很多新闻啊 币安US在美国活得并不好 就经常会被监管来查一查 所以呢 照常部这里说了 对吧 大约收到20亿美金的现金 Bust 和 FTT 他们现在决定把所有的账户上 FTT 全部卖掉 据说超过5亿美金 对吧 最高点的时候 可能超过十几亿美金 现在就5亿美金 FTT 全部卖掉 对 然后呢 就Caren就发推了 我们之前说过了 22亿美金 22美元呢 把你所有的 FTT 全部买入 对吧 他还说呢 我们现在有超过10亿美 超过10个billion的美元资产 对吧 没有在这个反映 就100亿美金 这个还很夸张 100亿美金 并没有在Balance 系统里面给展示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这个昨天就是多空双方啊 就这个新闻已经进行了激烈的角度 这个是在 照常部说他要清仓 FTT 的时候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从24刀一下跌到21刀 然后呢 Caroline 说他要22美金 全部买入 又返回到23刀 现在在22刀左右 进行激烈的竞争 对 我们可以看到 BIN 现在有超过2300万个 FTT 对吧 价值超过5.3亿美元 转入了 BIN 的交易所的钱包地址 好 这个是 SBF 对吧 公开的说 我 respect所有人 包括CZ 我们要 make love 不是那个战争 好 下面就是有很多人在算的 现在都在算啊 FTT 现在有多少钱 FTT 呢 一共融了 18 亿美金 对吧 嗯 我可以一起乌利 2022月的 因为1500万 四十五入后 认为 FTX 筹集到差不多 十几 十九亿美金 就是 FTX 融到的钱 然后呢 手续费来看 对吧 就是官网 我们可以看到 手续费大约赚了 14 亿美金 那就是说 FTX 最大的现金储备呢 融资呢 和它赚到的所有的钱呢 加起来差不多是 33 亿美金 对吧 但是这个呢 这个估算到底有多准 这个就答问好 然后我们知道 FTX 的前身呢 叫做 Almeda Research 它们现在是分开的两个实体 Almeda Research 是 SBF 一早做创立的一个交易公司 我们在就 Almeda Research 里面看到有很多负债表 它们有很多 3AC 啊 EFTT 作为抵押品 啊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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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我们之前说啊 BlockFi 什么矿研危机 啊 这也是整个世界的导火索 在 2022年 67F 的时候 对吧 那个 FTF SBF 爆炸头呢 要援助它们 但是 CZ 看不惯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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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说呢 这边呢 又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美元流出现实际的 信用正在不断的缩小 考虑到 筹集的现金数量 减去费用和 VC 支票等 作为交易所的 FTC 会很好 但 Almeda 的负债表呢 令人担忧啊 就大家看到 Almeda 的负债表呢 有点问题 不是很透明 导致了这个 FUD 开始 然后再加上 BN 对吧 火上浇油 导致了整个世界的发生 特别是因为他们通过 FTT 借用加密货币 呃 贷方可能会因为他们的采矿风险而被搞砸 如果他们收回贷款以恢复流动性 下面就是将承受巨大的打击 呃 说白就是用自己的币啊 去拔 大家还是觉得 FTT 啊 这个是 只是一个山寨币 对吧 不能和 BTC 和以太区别 好 那两虎相侦 CZ 和 SBF 的纠葛于较量啊 这个到底会怎么样演变呢 我们要拭目以待 就目前来看 确实是 FTT 呢 FTX 呢 有很多很多 就是现在提款很慢 对吧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有很多 KL 还是非常看好 FTX 当然他们和 FTX 肯定有 显秘莫坏很多的利益的交割 对吧 我看到 BENSON 这个人 这个是 FTX BENSON 啊 他是 FTX 长期的一个 KL 他觉得呢 这次呢 CZ 的清仓呢 对 FTT 来说是个巨大的利好 对吧 等等等等 他 FTX 是业内首家完成了 USGAP 的会计诊责的交易所 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瑞神呢 瑞神也说呢 FTX 和 3AC 的情况不一样 那我们要知道啊 目前呢 整个市场比较冷 对吧 像六月份这样 从高点比特币腰斩啊 或者以太腰斩啊 这种事情 可能性不大啊 所以呢 就是呃 那对 FTX 来说呢 相对来说好一点 对吧 如果是暴跌啊 那他有可能就所有的抵押物 全部被 呃 那个 margin call 对吧 全部被勤仓了 如果比特币和以太是比较坚挺的话 那可能还能够支持住 支持住 然后就一系列的说 为什么 FTT 那分析还行 对吧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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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当然利益相关啊 他有一些 FTT anyway 总的来说呢 这是我的一句总结 对吧 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当然利益不在统一战线上 就会出现很多很多妖蛾子 我们可以看到 从熊市至今啊 有太多太多妖蛾子的事情发生 那 FTX 如果真的发生巨大的危机 那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最终会怎么样 我们要拭目以待 好 那这里是韭菜兄弟 今天给大家带来最新的 FTX 和币安的纠结 CZ 和爆炸头之间的纠割与较量 老大与老二 对吧 币安毋庸置疑还是行业的老大 FTX 呢 作为新贵 可能已经是爬上了 成为行业的老二 对吧 已经赶超了 不知道有没有赶超coinbase 但是可能 已经赶超了coinbase 对吧 成为了老二 那看看最终会怎么样 好 那这里是韭菜兄弟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Peace